哪一些人是甩也甩不掉的情人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 然后他们可能就会比较执着一点 那讲 反过来讲 他也比较深情吧 那只是跟你比较不合而已 那如果你不喜欢他 就不要随便接受他的爱情 可能会好一些喔 好 第三名 太阳金星 如果落在水瓶座的话 真的吗 基本上男女同论 真的 水瓶座平常看起来 如果他对于他 不是很确定的感情 或他无所谓的关系的话 他是很云淡风轻的 甚至会很理性地去斩断他 可是如果他已经对一段感情 投注了一个情感 或者是他居然处于那种 被甩的那个角色的话 那么很多水瓶座 他的反应是不能接受 因为每一段感情 基本上好像一段感情断掉 对他来说好像少了半条命一样 所以能不断就先不断 先hold住再说 怎么委屈他都愿意 如果一旦到了 非斩断不可的时候 他就有可能会玉石俱分 所谓玉石俱分就是 他也豁出去了 他也不办什么正事了 他先整死你再说 其实也是蛮累蛮辛苦的 所以不要欺骗一个水瓶座的感情 这是奉劝大家的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名 太阳金星如果落在 巨蟹座的话 太阳金星在巨蟹的人 他们对感情也是换得换失 那这个换得换失就会使他们 一旦接收到说 你跟我快要不合了 或你快要好像跟我say goodbye 他就会很没有安全感 然后他也会拼命地修正自己 他会告诉对方说 没关系我愿意改进 然后我愿意修正 你到底对我哪里不满意呢 他会做尽各种努力 总而言之 他就是不肯相信你不要他了 巨蟹座的女生 不是 是因为不想被甩 对 很多巨蟹座女生 非常的要面子 比如说她的感情已经破裂了 但她对外还是一副 甜蜜蜜的样子 她不会让外面的人 比如说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朋友担心她 你的意思就是 我是 就是会委屈求全 会委屈求全 然后一直到忍无可忍 或事情已经到了太过分的地步 比如说男朋友在外面偷心 偷到人尽皆知 巨蟹座撑不下去了才会崩溃 所以在这之前呢 只要你不是太过分 你还愿意跟他演一场恩爱夫妻的戏呢 那么巨蟹座都会咬牙忍下去 那我们来看第一名 这个很难甩的是谁呢 太阳金星如果落在 黄老师太太的处女座 处女座是那一种 真的应该爱上一个人 守着阳光守着你 为你海哭石烂都愿意 苦手寒腰18年的那一种 首先他本身 他当然会有一些理性的分析 因为他是普向星座 他很实际 跟他在一起我到底有没有好处 然后可能他爱不爱我 他不爱我 其实他可以分析出真相来 但是重点是他不肯相信 他也不愿意面对 所以只要那个男生假设了 那男的还愿意回来 对 只要他还愿意回来睡觉 就算不碰他不理他不跟他讲话 他也可以假装 他还是我的丈夫 他还是我的另外一半 他还爱着我 所以这种 是幻觉路线的对 对 你一定要跟他讲的一亲二楚 甚至要让他眼见为凭 可能处女座的人还会跟你讲说 那没有关系 我还愿意等你回来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